云梦家主江丰眠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六岁的小企儿,任作了小徒弟,取名魏英。 家主夫人于子渊虽不高兴江丰眠对一个外人比亲子还疼宠几分,却没有多想,只当她是同情魏英曾在外流浪,性子又叫常人敏感胆小,才多加关照。 直到三年后,在魏英分化的前一年,她无意间发觉魏英无恙气度,竟有几分偏似江丰眠,起了疑心,终于听到了真相,原来魏英竟是江丰眠的私生子。 那外事四年前病死后,宅子一夜突起大火,魏英下落不明,江丰眠也不敢声张寻找。 一年后,外出办事却在路边发现她沿街乞讨,这才带回了云梦江市,但因于夫人娘家势大,她便耳提面命让魏英里外只叫她师父,魏英之乖乖硬了,只偶尔无人时撒娇小唤一句父亲。 不料被起疑心的于夫人抓了个正着,于子愿一朝得知此事,如何不怒她与江丰眠大闹一场,魏英身世传开。 在云梦江市的待遇却急转急下,于夫人看到她便冷言冷语,不高兴时更是非打即骂,比带加奴还不如。 江丰眠一开始还护着几分,但一年后魏英分化成一个普通中庸,筋脉细窄,单辅极小,几乎不可能结单, 而于夫人所生的一对子女却分化成了高级乾坤,天赋极好。 前子江城更是不过十五便结成了上品金丹,在世家中大放异彩,云梦江市借此良机与各世家交好,左右逢源。 自此,她对魏英也不甚上心了。 魏英名为家主弟子,实则成了家仆。 那些云梦的弟子门生虽因其私生子身份,不多欺负,但也从不与她来往。 于夫人严禁魏英继续修习云梦法术,她只能自行摸索修炼,顾修为也只比门生们好一些。 魏英十七岁那年, 顾苏兰是少主兰湛独自镇杀一只千年妖兽,虽受了不轻的伤,却一战成名。 仙都大喜,赞其天纵之姿,景行寒光,且有意将仙都之位传于她。 由于兰湛一直顾着修炼业烈,极少与其他世家子弟交际,性子过于清冷。 顾苏兰氏便决定破例在云深不知处举办一场听学,世家子弟不分乾坤,均可参加。 云梦江氏决定将江氏姐弟一并送去,若江家女坤能被兰氏少主,下一任仙都看上。 兰江结亲,对云梦江氏可是极有好处。 听学情铁到了云梦,众人便商量起出行之事来。 江峰眠想起自己外出办事三个月,前几日刚回来,两个嫡出子女陪在扇桌上共享天伦之乐, 魏英那孩子却只能等到晚上,趁于夫人她们不注意时偷偷给自己送上一句关心,心中五味杂陈,既如此,魏英也一道去看看,学点东西。 桌上的欢笑声瞬间停了,江家姐弟都低着头不说话。 于夫人一拍桌子,你想让她去云深不可能。 江峰眠看看沉默的江城和江雁离,心里更是复杂,阿里阿城,你们觉得呢,多一个人过去,也可互相帮忙。 我们都听父亲,母亲的。 江雁离不停包着帘子,低眉顺眼道。 父亲,我不要。 魏英什么都不会,能帮我什么若金子勋,温潮他们知道,我带一个没什么修为的废人过去,多丢脸。 我儿说得不错,姑苏一行可不是去玩闹,阿里阿城都是有正事做的。 那些世家子弟各个眼高于鼎,身边陪同之人哪个不是有才有能魏英,除了那张脸,还有什么拿得出手,他去了有何用给云梦丢脸吗? 于夫人话里话外,把魏英贬到了尘埃。 他虽修为不够,又是中庸,但性子乖巧本分,不会给家里惹祸。 你不是说云梦的法术不适合他修炼吗?那去估苏兰氏听学,或许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修炼之道。 江峰眠沉声道。 乖巧本分喝。 都私下躲着我这主母的面,去讨好家主了。 他还有什么不敢的,别以为我不知道,这两年,他偷偷摸摸地往你跟前凑。 好,既然江家主铁了心要让他去,我也不做那恶人,你都不怕丢脸。 我这个外人怕什么,当我丑话说在前头,他要是感悟了两个孩子的正事,我饶不了他。 说吧,他气势汹汹地离开了善厅。 江城刚要说什么,脚却被旁边的江燕梨踩了一下。 他转过头,江燕梨把一叠莲子递了过来,敏唇一笑,阿诚,给你。 父亲,既然决定要一起去,便得提醒魏英快些收拾行李了,不然怕会错过出行家时。 嗯,还是阿里董事明理。 你是长姐,魏英不常出门,若是有哪里做得不好,你多提点。 出了家门,便是代表了云梦,你们要互相扶持才是。 看江城还有些不服气,江峰眠又放下筷子,道,现在只剩你俩,父亲也不说虚的。 你母亲担忧的不过是阿县越过你俩去,但他只是普通中庸,修为激进于无。 江氏也从未出过中庸家主,如何挡得了你们的路他毕竟是江家的一份子。 若是永远这般什么都不会,也无甚大用,不如跟你们出去见见世面,好好培养一番。 如此日后无论是留在家里辅佐阿诚,还是为家族联姻,都方便安排。 你们将要撑起江家一族的未来,也受过良好的士族教导,眼光放长远些。 尤其是阿诚一个前缘,不要总拘泥于后宅,惹外人笑话。 是,父亲,孩儿受教。 江氏姐弟忙站起来行礼。 晚上,魏英被单独叫去了书房。 看到端坐在主位的江峰眠,他眼睛慢慢红了,想靠近又不敢的模样。 江峰眠叹口气,认真看着他,阿诚,这些年你可觉得委屈,魏英红着眼摇摇头。 父,师父,我不委屈。 是阿诚没本事,分化成了普通中庸,帮不上您和江氏的忙。 好孩子,这并非你错,你生母说过,魏家今卖易于常人,不易修炼,若是分化成钱,宽还好些,可惜你,江峰眠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,一眨眼你都十六了。 这些年,视为父太忙,忽略了你。 一个月后,顾苏兰是要办听学,你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,便跟着阿里,阿诚一起去云深不知处见识见识。 记得,那里是家子弟云集,你要谨言慎行,明白吗? 魏英惊喜过后又忐忑起来,真的吗? 父亲,我可以去骂于夫人,会不会不同意? 江峰眠道,为父已跟夫人商量好了。 指你去听学,要多听姐姐的安排,不要招惹是非。 等你学成归来,魏父准你外出业裂。 太好了。 父亲,孩儿一定好好学,不让您失望。 魏英的眼角眉梢全是欢喜,情不自禁地拉住江峰眠的衣袖摇了摇,全如小儿撒娇之态。 也会乖乖听长姐的话。 江峰眠极少,与孩子这般亲近,一时竟有些正愣,江氏姐弟都更偏母亲于夫人,与他这座父亲的总少了些什么。 看着魏英明媚的笑颜,他慈父之心,乍起,又偷偷塞给他一个外表普通的乾坤袋。 别看他外变普通,却是难得的认主灵宝,为父在里边放了一些零食和财物,你出门在外也不会守紧。 魏英按他说的,当即滴血认主,那乾坤袋里果然放了不少宝物,供修炼用的零食更是不少。 没想到,临走前还能有这般收获,魏英摸着乾坤袋,心里这才真正有了欢喜。 虽说这两年他费尽心思地接近江峰眠,各种不停表孝心,才换来对方偶尔的慈父之情,不至于在府里日子太难过。 但这般大放的手笔,却是第一次。 阿县,你虽是中庸,天资已定,但无需气馁,父亲已给你安排好了出路,只要你安分手挤,云梦江市定有你一席之地。 代学成归家,魏父再给你安排一门妥当的亲事。 所以,你去了云深不知处,切莫行差踏错,要与你姐姐弟弟同心同德,必要时要多多处理,只有江市好了,你才能更好。 明白吗?魏英重重点头,父亲,您放心,阿县明白。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能力,也从未想过要跟阿诚争抢什么的。 我会尽全力去帮忙,帮阿邓杰交朋友,帮姐姐寻个如意郎君,只不过,结果你们满不满意,我便不敢担保了。 唯一能保证的是,你们想得到什么,我就偏不让你们如意。 想跟姑苏兰是联姻是吗? 哼,云深不知处。 修炼场,又是你啊魏英,都快到害时了,才从里头出来一个蓝衣门声接过门牌做了登记,又交还给他。 今日进得深了些,遇到了比较凶的妖兽,绕了点路。 魏英笑着取出一壶酒地过去,这是你之前问起的药酒,我前几日下山买东西,刚好遇到了那位卖酒翁,便顺手买了。 蓝氏敬酒,但疗伤的药酒还是能用一些的。 那蓝氏弟子高兴地接过去,多谢你了。 我特地去寻了好几回,都不曾遇到那老翁,还以为与他无缘了。 魏英笑着挥挥手,又听那人提醒,今日少主回山,你回去可要再快些,若是迟了,便是犯尽。 对了,江少爷好似有急事寻你,派人来这边问过几轮了。 我知道了,多谢告知。 魏英点点头才快速消失在夜幕里。 江城找他估计就跟蓝湛回云深有关了。 各式家子弟来到云深听学,一月有余,对威名远扬的云深少主蓝湛,仍指纹其名不见其人。 人家年纪轻轻便闯出韩光君的名号,可不是那些每日无所适事之辈。 但江城派人来寻几回,便是不见到他不罢休的意思,还是得过去敷衍一下。 不过,按江城那急躁性子,会说什么他不用想都猜得出来。 果然,他溜溜答答找过去,江城一见到他先骂了一顿,又警告他最近不要玩消失,要乖乖待命,趁蓝湿少主回云深这段时日, 想办法节食交好,顺便给江彦离创造良机,促成姻缘。 他连肖带打地训完,江彦离适时地捧着一锅汤出现,亲自给两个弟弟装了,又温言训过江城,安抚魏英。 巴掌甜枣,魏英都老实接了,也顺势表了一番忠心。 姐姐仁美姐姐心善的一句不落,把江彦离逗得合不拢嘴,江城听得直翻白眼。 等凶有帝宫结束,魏英再回自己院子,都已是宵禁了。 到处都有弟子寻夜,魏英便决定从那个无人的小院借过。 刚偷偷攀上墙头,便被院子主人发现了。 你是夜进,你是哪家弟子,怎还不回怨白衣墨额的年轻公子长身玉立于月下,生如朗月清风,人意清雅出尘。 魏英竟有些看呆了,脚下一滑,整个人便摔了下去。 那公子来不及多想,飞身将魏英拦腰抱住,轻轻落地。 看着紧紧揪住自己衣裳发抖,不敢睁眼的小公子,他难得放轻了语气,莫怕,已经没事了。 魏英轻轻睁开眼,月光温柔洒在面前男人的脸侧,那双显得温柔似水的眼眸里,唯有自己,如此迷人,又恍然如梦。 蓝战看魏英好似因这意外未曾回神,也贴心地未催促,只稳稳抱着他站在院中。 直到魏英惊呼一声,急忙松开手跳了下来,看着他被自己弄脏的白衣,有些惶惶。 伸手想擦,却发现手上还带着液烈的血污,爬墙的灰子,立即背过了手,往后退了一步,脸上都是尴尬的红。 谢谢公子救命之恩,抱歉,把你衣服弄脏了,蓝战不在意地扫了一眼,无事。 你安然无恙便好。 夜已深,小公子日后莫在夜游,早些回去休息吧。 看魏英年纪四十五六,却轻瘦得惊人,身上全是夜裂的痕迹,蓝战也不想过多为难。 也莫要再爬墙,若是寻夜弟子发现,便要去借堂领罚了。 蓝战又补充了一句。 看魏英愣愣瞧着自己,也不说话,以为是被这些话吓到了。 蓝战有些苦恼,从不曾与他人多说话,难道是自己语气太冷漠了兄长总说自己太过寡言,容易让那些不了解的人心生误会,公子的衣裳,被我弄脏了。 魏英又看着他的眼,重复了一遍,我得陪你一件。 蓝战这才明白,为何对方一直盯着自己胸口,原是如此。 他摇摇头婉拒了,一看便知魏英不是世家之子,虽穿蓝式听学校服,却是最普通的那种,上便无任何护身法术叠加,极易损毁,自己身上这套却是兄长送的高级法衣,索赔毫无必要,想着他使了个高级清晨术,衣襟和腰付出的脏污瞬间消失了。 好了,再看过去,却被魏英的泪眼惊了一下。 魏英泪眼婆娑,看着自己曾留下的痕迹消失无踪,露出强忍着欲哭不哭的委屈表情,我定会陪一件一模一样的法衣给你,绝不食言。 说完,就施展法术提力飞离。 独留蓝战站在原处,看着他摇摇晃晃的瘦弱背影有些无措。 那晚,蓝战第一次辗转难眠,一闭眼便想起魏英那双泪眼。 这样泪浅的男子,按以往来说,他虽不至于心生厌烦,但总会避之不及的。 而面对魏英,他只觉得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魏英也是近几年来的第一次失眠,跟以往阴郁愤难受睡不着不同,而是怦然心动得喜悦激动。 他知道,自己对一个不该心动的男人一见倾心了,那个男人,是一众世家眼里的金龟婿,是江家和江艳离都想攀附的蓝氏少主,未来的仙都。 蓝战,蓝望鸡,望鸡,兮兮,魏英在床上翻来覆去,嘴里轻轻念着心上人的名。 我一定要得到你,你是我的。 自那日起,魏英想尽办法赚钱,白日听学结束,再除去陪江氏姐弟到处与人交际的时间,剩下的他几乎都花在了修炼场里,有时索性彻夜不归,一边猎杀妖兽,一边苦练法术。 但他的天生经脉不足,即便比常人多花费几倍的努力和时间,还是进展缓慢。 看来,我该做决断了蓝战回来后,云深不知处的气氛都变得暧昧了。 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打扮精致的年轻昆泽中庸,他们都想要攀折下蓝室少主这朵高岭之花。 搔手弄姿,又一日晚归的魏英,毫不犹豫地再次爬上了蓝战院子的墙头。 这回,却是被来寻弟弟说话的泽物君当场抓住了,蓝战把要发作卫英的蓝西沉蓝下, 乘是自己让他此时过来的。 蓝战的眼神在两人身上来回一道,悠悠道,既是旺姬的意思,我便破例一次,不予追究。 但魏公子,云深不知处规矩森严,你既来听学,便需守规。 若下次再犯,便是有旺姬的面子,也不得不处置了。 察觉蓝西沉温言下的审视,魏英老实行礼,魏英知错,多谢则无君。 知道魏英懂了,蓝西沉笑了笑,偏然离去。 蓝少主,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魏英紧张地看着沉默的蓝战,怕她生气,忙从怀里掏出一袋碎银子来。 我,我不是故意不听话,特地赶过来,是给你赔衣上钱的。 还是晚了一步,我的修为实在太差,只能猎杀一些不入流的小妖兽。 半个月也才赚了这么多,对不起,还需请您再等一等,蓝战拿走那破旧的钱袋子。 温柔叹气,我收下了,魏公子。 那日香就不过小事一桩,你不必如此,若实在觉得不安,这份银子便已禁购,日后不必再。 魏英咬唇,惨白着脸道,也是,蓝少主修为高强,那日不过随手一旧,是魏某太过不自量力。 您或许从未将魏英这份谢意放在心上,但请蓝少主放心,魏英有恩必报,承诺的赔偿金一分都不少。 可,嗨嗨,魏公子。 蓝战看他反应不对,便抓着他的手,想要把脉,魏英却用力挣脱了,魏英身份低贱。 当不得蓝少主如此关心,话未说完,一阵强烈的晕眩袭来,整个人不由道了下去。 少主,魏公子是长时间心神紧绷,又一时激动,才会晕倒。 只要敷极铁药,再好好休养几日便没事了。 只是,只是什么蓝战一边徐徐送入灵力助为阴阳伤,一边望着那张苍白虚弱的脸,不过半月未见,他的脸又整整瘦了一圈,魏公子灵脉中那股凶煞之气过于霸道,他是中庸之身,修炼自治有限。 这段时日急于求成,不停逼迫自己的极限,长期以往,怕是与寿命有碍。 我知道了。 蓝战看蓝思追神色有益,便道,先派人去熬药,思追留下,其他人也下去吧。 是。 蓝景仪等人都退了出去。 可是有事要说,少主,魏公子体内煞气威力强横,莫不是修了轨道弟子曾查阅过轨道典籍。 这种术法杀伤力强,但对修士灵体反噬极大,尤其魏公子是中庸,反噬会更快更凶。 蓝战眼神不变,显然心中有数。 蓝思追健壮,也不好多说,弟子斗胆,方才略略查了一下,魏公子是姜氏庶子, 却已将家主弟子的身份到云深听学,他将魏英这段十日的作息一一回禀。 蓝战听到最后,眉毛已促起,目不转睛地看着魏英,一个小小的人,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,怎就这般不爱惜自己身体。